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需要理解 看古宾 左脚都进来 投球 打到门前增成 第一时间拿球往前冲 想找反击点 无球穿插跑动非常勤勉 他能够去扯开神话的一些空档 没错 还是一个高调 马修斯下进来枪去打 打高了 面对金杨阳 这个球金杨阳怎么一接触身体跑后边去了 我们看金杨阳开始的位置还不错 他想去以下这个马修斯以为能以到 因为没以到 对 试卫了 和陈进两个人站在球边 马修斯离开了 对 进攻端这个人强 经常也会放的 看看 五线球拉起来 高宾这个球打得 有点离谱了 再起 看落点 投球 顶得比较正 高球还是有威胁 是 成进 好球 过得非常灵巧 这是一个黄牌动作 这应该是黄牌 双方拳有一些冲突 这一下 看看裁判怎么处理 来看 来看 这是第一把 第二下 那他其实我觉得冤心是有备而来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珠宝姐来讲 应该把情绪压住 再起 又是找沐谢奎 二点 投球 对的 封点 再说差一点 两个安德利亚舍围棋 沐谢奎进去里面很着急 一直在举手 示意给高点 再起 门将出来 大亏 倒地了 外围再补 还有 好多声 倒三角 接着船 海伯洛让出来 推射 全是腿啊 人 再打 上海深花不断地 球员飞出去去封堵 想要手球 视频注意才办 李海鑫 可能要介入 给吧 他的手到底是否触在一个身体的行为的合理的位置上 这是裁判员判罚的依据啊 点球 比赛87分钟 比赛87分钟 黄毅判罚的点球 这回猪跑大门 球进了 一比一 手向队最后时刻 扳平比分 上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再来看 大心脏啊 这一下打上脚 真的是大心脏 很硬 到了进入捕石 要起高球了 交虎顶 摆一下 然后进来 打门远端 好球 曾成这个球 手的是真漂亮 外面还有 高低再打 这球打的也很凶 但前面 曾成 这一下下地的封堵 有没有变化 左脚弧线拉进来 还是生花头球 外围 自己没挺好 勾进去 再解围 生花队可能还有反击 但是 全场比赛 就此结束 第四第五名 浙江和上海生花 一比一 握手言和 双方贡献了近期 非常少见的一场 快节奏 比赛很火爆的一场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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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